講到離地,我們這個城市最離地的莫過於CN Tower 其實我們很貼地,因為我們貼的地不是在香港,而是在加拿大 我們是一群加拿大的華人,專談國際時事加國新聞 同時遙望兩岸三地,聚焦寡民小國 觀點容若離地意見惑許衝突 所以絕對一針見血,保證路暗若邁 離地新聞逢星期四晚八點,同你幽國幽民 好,一星期二過又到了離地新聞的時間 大家好,我是Titus 我是Chris 我們一節的頭五至十分鐘,都是讀者觀眾來信的時間 當然這次有點不一樣,因為我們上個禮拜講 有關洗頭艇,沙地版的洗頭艇 嚴重的洗頭艇很多,沙地版人肉測試要包,再加洗頭艇 OK,其實這個禮拜都是一些新的東西 我們先更新的東西才讀信 首先英國天空電視台引述兩個資料 也沒有人說到,土耳其也沒有說到這件事 但有人敢報,我們就這樣告訴大家 OK,然後CNN就說15人暗殺 15人的暗殺團,北會一名替身 樣子跟Kassouji差不多 就假裝他離開使館 所以沙地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他在後門離開了 真的有片,然後比較之下 都仍然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那個替身是穿球鞋 Kassouji進去的時候穿皮鞋 哦,就是他做不做 對,今天沙地終於承認是有替身的 等一下,沙地承認什麼替身呢? 是這個替身的存在 那15人裏面有這個替身 他承認這部分的案情是正確的 到這個位置就越來越重新了 沙地正式承認有一個人的替身 意思就是說,承認有一個人走進來 但是不知道他是什麼事 還是承認這個人走進去 而且這個人是故意為了做他的替身 不過不是他指示 還是是呀,是我指示的 我想應該不用想到這麼複雜的了 很明顯就是的 為什麼呢? 那個人就穿著一套便貨進去 然後後門出來的時候 就穿了跟Kassouji一模一樣的衣服 極有可能就是死了之後 剝他的衣服下來這樣穿的 不過沒有換鞋 然後他就去了當地的Sophia的清真寺 去參觀 參觀了一段時間 人群當中 走進廁所換回自己的衣服 然後扔掉他 然後還看到他的酒店很開心 啊,任務完成了 差點就沒有上Facebook按讚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始終是秘密任務 但是楊曬天 還有武王叫Sophia 也是一個當地很知名的國際性的旅遊景點 是的,沒錯 那他現在是不是真的做完事就一身鬆了 所以說服一下 我不知道他了,OK 另外呢 昨天呢 沙地和土耳其的調查人員 一起搜查一架 被棄置某停車場的一架Benz 被認出是沙地領事館的用車 裡面有不少Kassouji的衣物 裡面有兩個行李箱 另外呢 Edouard,土耳其總統 昨天國會演說 他就說 他講了一些Naked Truth出來 他否認了沙地的Rogue Operation Rogue Killer的說法 即是說不是那些流民 即是那些流民殺手 不聽上面之笛 就這樣走進去殺他 不是這樣 是發現這位是土耳其的總統 還是... 土耳其總統 是在國會匯報 好 這樣就說 就否認了Rogue Operation的說法 那Kassouji是被殘忍謀殺 並且經過詳細計劃 他這樣說 但是呢 證據又沒有backup 他在國會演說就沒有 土耳其發布消息的方式 一直都有點奇怪的 他那些細節的東西 就漏了給土耳其的親政府媒體 就發布的 那他在國會就沒有正式說 好 於是我想這個問題就可能是 土耳其這樣做法 What for呢 是否代表 是否真的土耳其擲出來的調查消息 特意放風 還是有什麼類似的 這個問題可以留下 在稍後讀信 我覺得這個問題挺有趣的 一次過處理 首先呢 我們非常多謝Winter's Major 他有相當多的回應 他有三個回應 都挺有point的 其實 針對了Chris一次 兩次 針對我一次 於是呢 我先讀Chris的部分 他就說 Chris第一個殘忍手段殺雞警後的說法 完全不能夠成立 詩問若果不是剛好有錄音 鬼知沙特用的手段殘忍嗎 屍體都不會找到 接著他又說 你的第二個假設又很難成立 因為那些殺手是沙特王柱的親密手下 有那麼容易拆反嗎 而沙特王柱得罪那麼多人 連自己手下的人都被拆反 他死了很久了 你怎麼回應 不如這樣吧 大家都是中國人 不用分得這麼仔細 那我就容許我用中國的過程 去理解一下這件事 現在呢 不是殺人那麼簡單 是人肉叉燒包 我們偉大的十元浩杰公司 批鬥那些人 為何要當下當下 為何要將他打成牙鬼蛇臣 為何要找個兩三尺那麼高的那些 那些帽子寫完好 很難聽的字眼在上面 重點是不單是批鬥 而且是要給人看的 如果你真的去剷除一個政敵 你這麼多秘密警察 要他人海茫茫 人海裡面消失很容易 但是要做到 真的逐多講句 他批鬥他十八個 那我覺得他根本是有心做給人看的 他未必做給全世界人看 但是他一定是想做給某一些人看的 只不過是剛剛熱著剛剛 就一個 因為這個Apple的產品 就揚了出來 但是即使 我們上個星期已經說了 Apple產品應該沒有什麼可能錄到 應該有可能是另外一些方法 沒錯 我的意思就是即使 這個Apple產品 揚不到出來 我都相信會有其他 渠道消息 揚了給 可能是給正敵看 未必是給世界at large 去看的 所以我純粹用 去常理的動機去出發 除非你說 砍掉十八樓在地底裡 容易一些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很難成立 那如果你真的要 很坦白說 領事館有領事保護 你紮紮的地把其他人獻出去 那眉頭消失了 其實技術上不是真的太困難 你剛才提出這個 我覺得只是百米一梳 所以如果要做到這麼殘忍呢 我傾向於相信 是有意做給某些人看的 我覺得是未必一定 因為始終都是在 使館裡面秘密密密 這樣做的 那如果不是真的有些 錄音為了錄影 然後土耳其就爆出來的話 土耳其爆出來 究竟有幾成真呢 我們都要給他question mark 始終都是親政府媒體 那如果不是這樣撈出來的話 其實可能他真的入了領事館 除了他未分妻之外 就真的沒有人知道的 不過這樣 的確會不會是內部權鬥 instead of 一個所謂 新聞自由的一個打擊呢 那這個呢 我就覺得 權鬥的可能性不小 在沙地 因為卡蘇吉家族 都相當顯赫的 那麼他本人的祖父曾經是沙地的第一任國王的主治醫生 那麼他自己呢 都有幾個幾著名的親戚 包括呢 他的一個孤母下嫁給老法爺茲 which is 埃及首富 你未必知道誰是法爺茲 但你知道他的兒子叫道迪法爺茲 which is 97 年的時候 是跟大安娜王妃拍拖 拖肩搶巴黎撞車死的那個呢 那你就知道什麼事了 你想想一下 對多少中國人來說 追求鬼妹是一個面相的 埃及人追求鬼妹 還要追求皇室 是最高級的 最高級的 即使他現在 他自己另外一個親戚 還是一個沙地國內都挺著名的一個文學家之女 即使身份顯赫 老實說一句 他自己本人 亦都是八十年代做沙地報紙起家 在阿富汗採訪 曾經親自訪問Al Qaeda的頭 即是Bin Laden Ossama Bin Laden Bin Laden 後來被美軍特種部隊打死的時候 他還用社民哀悼他 其實 然後他後來回去之後 他就被招攬入情報局做間諜 又試過做Al Arabia 即是沙地阿拉伯的官台 是做台長的 所以他就算是做記者 他的身份不是一個普通記者 其實記者從來都不是記者那麼簡單 是的 尤其是在這些地方 他是一些不同的記者 你要知道 其實權鬥這個可能性並不是出奇的事 OK 當然 其實你說會不會是 那個權鬥會不會是 你知道Mohammed Bin Salmon 即是MBS 其實前年去年的時候 捉了幾個皇室 又說他貪污 逼他們付錢 即是在某程度上鎮壓異己 會不會是一個鎮壓異己的延續 而這次反正也不是皇室成員 不過是否是皇室成員的下屬 那便是皇室成員 那便是皇室成員 可能是這樣也不頂 當然 其實還有另一個 Winter's Major 還有另一個 這次是問我 他這樣說 他說 我沒有聽明白Alex的意思 Alex是說 土耳其如果想討美國歡身 又怎會令美國難做呢 而公開沙特的野蠻冷血行為 正正是令美國難做 他後來有一段相當長的 他這樣說 他說 我不認為是土耳其主動搞事 畢竟土耳其無法叫沙特殺人 如果你是土耳其 當卡蘇茲的未婚妻報案 你可以怎樣呢 By the way 卡蘇茲的未婚妻 不是單純地報警那麼簡單 他打電話去的對象 其實 是Edoine 即是總統的一個A 即是有些上達天庆的情況 By the way 那 置之不理 不是不行 但風點極高 卡蘇茲是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 他政治評論員的身份太敏感 他出事美國國內會很受注目 如果Edoine被人知道卡蘇茲未婚妻 曾經找土耳其政府協助 土耳其低調處理 就會被土耳其國內認同 Edoine不敢得罪美國了 土耳其剛剛先因為釋放美國律師 和美國關係好一點 一般人不會在國內經濟不穩的情況下搞事 但Edoine以強人姿態上台 是美國穆斯丹野被侵侵落他的面 如果再被認為他不敢得罪美國 可能令他強人形象不保 政治後果太嚴重 所以其實土耳其 Edoine根本沒有選擇 他一定要幫卡蘇茲伸冤 而且要盡全力 不可以讓任何人認為他怕美國 我想這個點子非常好 我特地引用 因為我覺得他想到一些事情 我們上次是想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挺好 當然我想這裡我會補充一點 其實土耳其和美國的關係 是不是真的想像中那麼理想呢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我可能 我可能說得太過Rose 都不頂 但是呢 其實我自己放下一個禮拜 我再想回的話 其實土耳其 有可能想左右逢源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直至以前 直至這幾年前 他真正上來做強人之前 土耳其基本上 對外交政策上 都會有一點點不同 例如 對維吾爾族的 受到迫害的情況 土耳其間中都會出聲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是Turks的頭 而東土耳其斯坦 Eastern Turkestan 叫做Turks的同一族 維吾爾族算是同中 雖然距離好像遠一點 那他幫全世界的Turks說話 是應該會的 但是呢 近年Turks 烏格斯在新疆發生的事情 土耳其相對是比較靜的 所以其實他會不會想寵入中國呢 另外你也知道Adoğan也访问过俄罗斯 照上他也尝试去宠落Vladimir Putin 所以其实他会不会有少少左右逢源呢 当然你刚才说到强人姿态上台 当然他也在某程度上 我觉得他既然要用强人姿态去治国的时候 他也不能退的情况之下 就算国力不够强 他都可能用他现在新立的中俄来参与 就跟美国有少少表面上对着干 怎样都要请一请强 来确保他自己的强人形象在土耳其国内不聚 其实你讲到强人政治可以这样说 如果一个国家他什么都能够 你也不用这么多小动作 发觉自己好像不太能够 就可能要搞一些民粹主义 帮国家制造敌人 制造一些有离心理的恐怖分子 类似之类类似之类 总之做很多小动作 是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读信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这次主题就回到今天美国发生的事情 好 我们今天的主题又去美国了 因为美国今天就发生了几大件事 其实今天才一次过爆出来 但是事件其实星期一已经开始了 星期一 索罗斯曾经追击一个亚洲的金融大鳄 是的 金融大鳄 一个很著名的投资者 是的 他就收到炸弹邮包 这样的样子 由他开始炸弹邮包 然后昨天克林顿夫妇和奥巴马 都在华盛顿的住宅又收到油包 不过幸运他们两个都不在家 当时都是炸弹邮包 都是洞弹来的 就是好像几年前波士顿爆炸案 那些就是里面有些粉状物 什么样的之类的样子 然后到今天就轮到CNN收到 CNN无端白事在报报新闻的时候 忽然间就说好像有些东西 然后停了 接着纽约总部收到 好的 那些炸弹全部被FBI截到 他们就试过引爆的确实是真的炸弹来的 即是拆弹的时候 即是真的 这样就特别之处就是索罗斯比较谈的民主党 希拉尼和奥巴马不用说就一定是民主党人 CNN就经常被Donald Trump租击 就说他fake news的 所以就是说这堆东西了 听到这堆东西的时候 你自己觉得一点 首先 其实美国两党的可以感觉是 那段很长的时间 那先不要说 某个强国经常都说 这两个党经常在党争 就是搞到平民生计受损 鸡犬不灵 先不要说那些 而的而且这几年 这两个党经的 ideology 的冲突是越来明朗化 也都令到这个社会是越来分化的 那我不希望去揣测 现在是不是谁那么契狸 我经常都觉得这些可能只是 拆装嫁祸 拆装嫁祸 你觉得可能性大吗 没有 任何人都有敌人 差在你用什么 behave 去丙你的敌人 我不一定要用自己真身的 其实 如果你真的当局查案 只可以用一条线去想 这几个收到炸弹的人物 或者这个组织 因为什么事去这样做呢 唯有就是这样的线索 事实上 这样说 其实最近 其实自从Donald Trump上台之后 左右逆激化的情况 是越来越严重的 第一 还有第二 右逆越来越向右 这个也是一个信号 因为大家都偶然听到 就是美国有时候 有些人突然间 说一些不同语言的 例如西班牙语 昨天就发生了 叫你滚回自己的家 滚回自己的国家 那些什么 就算他们其实 在这里住了很久 也是这样 另外 其实Donald Trump 昨天在一个演说中 称自己做nationalist 有些人也因为这样 就是质目的 因为 会不会 其实他是 即是他没有说过white 没有服过white 在前面 但是nationalist 他本身的意思 上面 是有点 有些人 因为这样质疑 他其实是否一个极右的人物 再加上 就是这次的 集击 这个人 对他的批评都比较激烈一些 另外还有一个叫Bannon的FBI局长 我不记得是哪一天 总之都是这两天发生的事 他都收炸弹油包 这样 即是 即是 这些人都是属于 美国的光谱里面 属于比较近民主党 或者比较近左翼的人士 或者某些香港某些人所谓的左交 OK 这样 当然 其实我会发觉就是 左翼在 即是 现在有点点就是 在现在这个世代 尤其是香港 不论香港 或者美国 有点点就是 左翼的人都有一点点 被人觉得像 被人打到有些过街老鼠的感觉 其实是 但其实我觉得问题就在于 就是说 打击他们的人 其实是不是也都过分了呢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美国基本上 恐怖袭击都不少 当然大型的 visually go stunning的恐怖袭击 例如911 这些都是这个回教极端恐怖分子造成的 就不是国内党 但其实 但如果你讲数量来算 如果以数量来算 对 其实 中数 美国的恐怖袭击里面 有七成四 其实是由 极白人 极右主义分子 所谓的 当中有不少个枪击案 都是 都是这班人做出来 所以 他们做的事情 或者没有好像911 那么 stunning 但是他们其实做得相当多 可能是零星 可以说 但是做得相当多 是的 所以其实 其实这些个案比较多 所以其实 也都不排除极右是 因响应 不排除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是 但是 有可能 有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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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机 就是说 其实就是说 受到特朗普的鼓动 在某 或明或暗的鼓动之下 或者他的暗示 我不敢说 他真的明明白白地鼓动 但是他的暗示 也都在某程度上 就是说 对于这些人的 纵容的情况之下 就令到他们更加有事无恐 有事无恐 是的 即是有这样的 situation 在树 其实 其实我们都不是第一次 讲左右翼的事情 我们上次 试过有一次被人投诉 说我们 爆粗爆都比较多 那次那个 那一集 我们都已经很狠毒地批评 一些思想太过右倾的人 事实上 我最近高呼一篇文章 我挺喜欢这个作家 他叫Umir Haq U-M-A-I-R H-A-Q-U-E 这个人 他写很多文章 都在说 美国是underdownfall 和capitalism 去到一个地步 变成一种病态 在拉着美国的downfall 不过 他的其他文章 我觉得你其实可以在medium 这个社交媒体的群组里面 可以看到的 我今天想分享其中一篇文章 一篇文章叫做 Cut why the test of us is now 他就说回他自己 以前他爸爸 就经常跟一些 来自不同政治背景 政治光谱的人吃饭 吃到两三点 因为谈得太开心 那只 然后 然后 刚巧有一天 一个 他没有说是左还是右 对他的批评特别狠辣 说到左右的批评很狠辣 然后第二天 他就跟 那时候他还很小的 他说这个故事的时候 那个故事发生的时候 他还很小的 带他去一个地方吃雪糕 这样 有个小孩 就做捧餐 那些其实你知道 60年左右出名的 所谓 drive through 就是 你跑个停车场 然后 就有个人走过来 跟你 order order完之后 跑进去餐厅 然后就拿上车来给你吃 是的 拿上车给你吃 是的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 drive through 有个小孩 帮他点食物 给他吃 给他吃 给他雪糕 之类 之类 然后 老爸不知为什么 就留下这个小孩 问他很多东西 说到这个小孩 他家里家境贫困 家里有很多人要养 他养不行 暂时做着这份工 就叫做养倒下 那种 然后 他说了一句说话 其实挺有意思的 他说 any old fool my grandfather said finally can talk about freedom justice equality now you understand what they really means 他记住这个小孩 这小孩子是他们的意思,而你也是他们的意思 其实我会想的一个问题就是 所谓左右其实是意义的 因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 在这个政策里面受到什么影响 他得到什么利益 得到什么好处 或者受到什么负面的影响 去令到他没办法生存下去 我想其实这个社会在某程度上是需要 这个社会某程度上是需要 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机会 让他可以上位去出人头地 这个就是所谓 这个fair society的意思 我觉得不单只是fair society 直接可以这么说,根本应该是21世纪的一个世界共有的价值观 我们很难想像的其他人 其实说到你刚才说的那段东西 中文有一个成绩叫做叶公浩龙 就是跟某些香港的左部说 那些人经常说民主是民主,其实不太适合我们的什么 什么样的那样的 其实个个人都说的,所以是ideology 但是究竟那些人有多知道自己说的什么呢 是不是真的充心相信自己所说的东西呢 自己所说的一套 当自己对自己武利的时候 他就会那么厚响呢 嗯嗯嗯嗯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 那当然啦 其实我常常都觉得就是说 因为其实我自己对左右这个分野相当反感的 三个星期前呢 其实也很难反感的 因为很多时候人们讨论的时候 都需要一种很general的idea 去表达他想说的 但是那个general idea 不代表那样东西是work的嘛 我们常常都说所谓右翼一定要省钱 省了些钱 结果呢 今天呢 我们安省呢 右翼的进步保守党政府就索性 就是剪掉了几个project 剪掉了个project 接着三间校舍起不了 老实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要 因为那个definite太高了 所以不给钱了 这样的 但是别人都快来起了 你现在才来这样跟别人说 这个第一 第二 你投资的学校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想他们有一个 有得读书 读书出来的人 他会在工作上面 对社会是一个贡献的嘛 就是这样其实会赚回来 我觉得是一个很短视 就是纯粹是以一个 所谓左右去评论一个政策 其实是一个非常短视的行为 其实是 你刚才这么说的 有点点阻微 少少啦 那我们会继续讨论的 在下一节 那我们下一节回来 再和大家一起再谈过 今天又有好东西和超值的东西 介绍给大家了 为什么只有一个煲呢 小先生你想吃什么呢 过了中秋节已经三个礼拜了 开始就应该是吃火锅了 看看我们的火锅节有什么 这个火锅节由16号至31号 有钱 这个是有一磅的 美国安格斯天甲宝片 又有羊肉片200克 各式的丸类 有黑椒牛丸 龙虾丸 鱼库 总共有600克 日本港岛号250克 这个CP 圆脊上鲜虾云吞 一盒八粒 还有善寶的东阴金枪鱼汤 两包给你做汤底 然后送两包烏冬 我们的火锅圆买是218元 218元是不是很划算 你是不是很惊讶 如果想吃豪一点 加50元就转成一加加的韩牛 煎鴿肉了 加100元就变成一加加的韩牛 切肉鴿肉 其实打烘烘全世界我觉得牛肉最好吃的东西 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吃了 你不要吃了 我怕你吃到 你吃得很厉害 记住来人民朝食体店 买我们这些火锅套餐 知不知道